深圳基督教关爱中心被取缔 香港本土派抗议大妈舞引爆流血冲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萱 救助流浪者的民间公益机构 深圳基督教关爱中心 周二被政府以非法宗教聚会的名义强行取缔 请看本台特别记者杨帆的详细报道 民间公益机构基督教关爱中心 日前被当局以非法宗教聚会为名取缔 周二上午大批政府人员及警方到场 强行破门而入 将关爱中心内救助的流浪者带走 现场一名基督徒周二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被带走的流浪者下落不明 而此次行动十分突然 当局此前并未告知他们 早上他们来了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就是说让我们给他们开门 然后我们那个负责人就是一早去办事的时候 把钥匙带走了 然后就他们强行就拿了那些就是专门窍门用的那些工具 过来把我们的大门都给锯掉了 就强行锯开之后然后人都冲进来 直接冲到二楼把那人全部都压下去了 有的送到医院了 有的在救助站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具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人 今天来的都是政府部门的警方 有深圳市统战部的 还有深圳市宗教局的 还有大鹏区公安分局的 那些病危的那些病人什么的 行动不变的他们都强行都压走了 他们进行这样一个行动之前 有没有说是提前和你们说过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很突然的今天这么一个行动 对对对就今天早上特别突然 之前跟我们说就是说 会临时帮我们找一个就是过渡点 也在大鹏区区范围之内 然后就是让我们转移一下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我们也妥协了也说就可以 就今天早上特别突然就突然间来了有100多个人 就这样就强行冲散了 我们的东西他们都不允许我们带走 我们的私人物品还有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东西 他们都全部给我们添了封销 数小时后该基督徒又告诉本台 政府找来的工人将厨房完全拆毁 并将坚持留守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了出来 深圳市基督教关爱中心成立于2011年 是一个由基督徒自发成立 收留帮助无家可归者和各类弱势困难人群的爱心机构 由于中心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均有宗教背景 因此平时也会向被救助者传讲福音 此前关爱中心已经历过多次逼迁 日前龙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对负责人曹南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 称中心长时间组织开展唱诵圣经 讲经传道等宗教活动 而该场所未经市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审批和登记 则令立即停止活动 依法取缔查封涉案场所及设施 并处罚款3000元 曹南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心内共有50余民救济者 上午被强行带走了约20人 而当局强行取缔关爱中心属违法行为 此举一是对于基督教的打压 二是对于民间救助机构的控制 它是以一个非法宗教聚会为理由 不只是一个理由 按道理说宗教聚会只能够解除这个聚会 不能够影响别人的居住 它现在是不允许我们居住在那里 我们租了一个500平方的房子 能够容纳了60人左右的住宿 所以它这个做的本身就是一个违法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 基督教的事情比较保守比较谨慎 第二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社会救助 慈善方面 政府垄断制 垄包制 民间还没有这个先河 所以他们也是犯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是比较保守 不敢尝试放开 所以他们的想办法来取缔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苍南表示 这么多年来 一直秉持的原则是信仰的底线 要信耶稣 要聚会 能够自由地做慈善 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于政府的要求 愿意进行沟通配合 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坚持的原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土耳其政府星期二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 在穆斯林摘月期间被禁止封摘和从事宗教活动 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 据悉 在6月初摘月到来之前 新疆各地政府加强对维族穆斯林人群的控制 禁止在摘月期间封摘禁食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台湾巴仙气暴事故的救治和善后工作 周一中午传出不幸消息 一名重伤者不治死亡 新北市粉尘爆炸的救伤善后工作 周一进入第三天 但周一中午传出不幸的消息 一名全身80%烧伤的理性女学生不治身亡 她是这期惨剧中第一位死亡的伤患 理性女学生的家属在获知不幸消息之后 赶到医院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事情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 我们身为做家属的 我想 我不想再做任何的指责 只是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好好 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好好继续省思 我们如何去避免未来类似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这些当家属的能够安心的让小朋友 还有一些朋友到这样子所谓的游乐场所 能够安心的游玩 但令人更不忍的是 理性女学生当晚 她带着13岁的弟弟一同到场游玩 而她的弟弟伤势比她更严重 全身90%烧伤 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和死神搏斗 在外籍伤患部分 周一有三位伤患通过国际救伤组织 SOS达成安排 分别在周一及周二搭乘医疗专机飞离台湾 分别转往香港、新加坡及上海瑞金医院救治 国际SOS医疗总监陈婉林医师说 这三位学生分别受到15%到80%不等的烧烫伤 伤口疼痛非常严重 其中一位比较严重的同学 还有吸入性的灼伤 周一中午开始 陆陆续续安排这三位学生回到他们的国家去 到烧烫伤中心治疗 在这场意外中 受伤的两名中国大陆籍的学生 目前有一个人在台北医学院辐设医院 另一位在台大医院逐北院区治疗 陆委会和海基会相关官员证实 他们的家属计划周二中午抵达台湾 探视亲人 新北市长朱立伦 周一一早就进入救灾指挥中心 对于伤患面对的庞大医疗费用 朱立伦说 我们每一个伤患都建立一个专案 包括后续附件和照护 我们都是用专案来管理 那我们由市府成立一个爱心专户 这些所有的金额全数将来都转给这些伤患 作为后续照顾附件所需要的所有的费用 美国在台协会周一下午也发布新闻稿指出 在台协会仅代表美国人民 向这起粉尘意外的受难者与家属表达慰问之意 美国人民此刻也与台湾人民同在 对这起悲剧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苦难 痛感哀痛 自由亚洲电台李同台北报道 在七暴事故中受伤的两名大陆学生的父母 周二抵达台湾 台湾政府表示 大陆学生医疗比照台湾伤患 在9月底前享受医疗费全免的待遇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八仙乐园承报意外的两名受伤 中国大陆学生庄储君 陈琳丹的父母 周二赶抵台湾探望女儿 他们都希望女儿在台湾能受到最好的照顾 暂不考虑返回中国大陆医治 庄储君的父亲一下飞机接受媒体采访时 语带哽咽地说 我们希望有最好的治疗 我们认为他的病金的治疗是最大的 目前是最需要的 陈琳丹的父亲被问到是否希望女儿 透过医疗专机返回中国医治时 只尖端表示 陈庄两名陆生就读交通大学硕士班 此次陈报中各受到约百分之五十几的烧烫伤 庄储君的父母自南京非抵台湾 即赶赴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加护病房探望女儿 面色凝重不发抑郁 北医副院长黄聪仁表示 庄储君生命现象稳定 但担心他有吸入性伤害 进行插管治疗 目前各方面都算稳定 也没有发烧 但烧烫伤第三天以后 最需注意皮肤感染的可能性 黄聪仁说 这个礼拜对储君是很重要 就是稳定生命现象 防止皮肤感染 接受青疮 黄聪仁透露 庄储君的父母看到女儿一时激动落泪 但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了解女儿伤势后 情绪稍微平复 也接受校方的建议 同意将女儿转院至 距交大较近的台大新竹分院 与陈林丹同院接受医治 守候在北一家护病房外 替好友打气的刘姓台湾男学生说 庄储君是个喜欢尝试心东西的女孩 活泼外相 上周见面也透露要去巴仙乐园玩 另一名不具名的女路生 则告诉本台 读传播研究所的庄储君 是个漂亮高挑的女生 参加过主播比赛和外拍 也谈过未来想投入媒体业 台大新竹分院医师 说明陈林丹病情 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周继祥 告诉本台 台湾的陆生三法 对陆生设下的三线六部已逐渐松绑 像现在的陆生可担任老师助理 也可领助学金 而原本立法院这会 其因审查开放陆生 可比照港澳等外籍生 加入台湾健保 但最后受修宪案破裂千蕾 希望下会岂能通过开放 他指出 主要是在野党反对开放给陆生健保 周继祥说 就是怕相对剥夺的概念 就是说认为他们来的话 用到我们的资源 享受我们的资源 健保署副署长蔡淑玲 则告诉本台 对 心得也是不会用公款来付 但是当时有一些时疑 是跟陆生带病来这边就医 所以会有这种疾病 可是这一次的事件是 陆生是健康的 所以在这我这边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事故才造成那个伤害 蔡淑玲强调 健保署只是带电费用 而将近500名伤患 未来三个月内免医疗费的裁员 由新北市政府筹措 新北市政府理论上 会从民众捐款 即代为向肇事业者 集体诉讼追偿的费用支付 不会由台湾全民埋单 因此也没有所谓 违反陆生三法的规定 自由阿珠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香港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前夕 中国大陆许多维权人士 计划前往香港围观 当局如临大敌 加紧维稳控制 多人被海关禁止出境 而在香港旺角 近百名本土派成员 发起反大妈舞行动 与亲北京团体爆发多次冲突 一起来看一下 香港近百名本土派成员 周日晚发起西洋菜南街 反大妈唱黄团行动 在旺角 与一批俗称大妈 再次跳舞的大陆中年妇女 爆发多次冲突 示威者门徽武港英旗 即写有《我不是中国人的旗帜》 谴责大妈用普通话唱红歌 制造噪音影响示容 是文化入侵 妨碍香港本土 街头表演者的生存空间 有亲北京团体 与示威者发生打斗 多人被打之流血 现场的店铺被迫提早关门 冲突一度由旺角 数条街道波及开来 最远波及到大脚嘴 警方一度向示威者 喷胡椒喷雾 有四男一女示威者被捕 警方发言人表示 当晚有三个团体涉及冲突 被捕人士年龄 介乎23至55岁 涉嫌袭警 拘捕 在公众地方行为不减 普通袭击 警方谴责示威者 破坏法纪的行为 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动 但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警方拘捕数名涉嫌打人男子之后 有数十人包围警方和被捕人士 警员将被捕男子带上警车 却在另一边车门让他们离开 有人质疑 这些人是支持港府和警察的蓝丝带人士 所以可以被放声 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表示 那个地方本身是可以公开办过这种活动的 在香港来讲 他们大妈所进行的活动是合法的 可是你说这些大妈被人叫轰走 也是蛮合理的 本身那些大妈的活动 也不止在香港被轰走 中国大陆很多城市 甚至在外国也是被轰走 在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种 蛮恶劣的回忆跟行销 也就是大家觉得你这么靠着 我就是来挑衅我 所以有些香港市民 自身本土派人出来闹到门场 我决定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比较能够检讨 就是说香港警察在维持的公共秩序 他们有没有中立客观 这点可能更值得大家去探讨就是了 有没有辨职的公安 对某一方面有偏袒 因为假如警察在那些组织比较好一点的话 可能也不会发个这么大规模的群众中督 与此同时 本土议题在先泛民与建制争傲 立法会公务小组周二讨论 你斥资9500万元重建全湾一个平台花园时 曾任全湾区议员多年的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 担心重建后的平台花园 会否沦为一个大妈广场或大妈舞中心 但民间联立法会议员中述根则反问 大妈有什么问题 你老婆不是大妈吗 而公联会立法会议员陈婉贤也指 不应过分针对大妈 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近年来中国大妈一词迅速名扬海外 专职在全球公开场合 行为惹人侧目的大陆上年纪女性 中树根等人却是将大妈等同中年女性 并届时批评郑敌家人 而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在此次事件中需要检讨 为何港人和大陆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大陆问题 但是有些人觉得很严重 当我们一个两地以上 总有一些这些问题是很巨大 政府自己也可以做这些东西 比如说他们警方有些行动 要求他们不论有什么大兴 本土派他们闹这些问题 就觉得闹得很大 本土派的人他们觉得 这些中国大陆的人来香港 我们的很多利益也有想害 不管他们做什么东西也不喜欢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它去政府它应该做这些东西的 不应该让那么多人来香港 本土派的问题 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它去中国政府就做得不好 由于这是在七一游行前夕的敏短时刻 发生的与政治有关的冲突 事件引发外媒及大关注 《时代周刊》美国时间6月30日报道此事时 形容冲突显示港人反北京的怒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新灵的采访报道 福建厦门警方对被拘押的维权人士吴干 添加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 吴干的律师艳新 本周连续两天到永泰县看守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都被以 吴干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为由拒绝 广州网络作家梁秦辉 因在网上转发讽刺社会现状的作品 不久前被检察院以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移送广州市中级法院起诉 其委托律师秦陈寿 一周前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律师表示 梁秦辉发表的文章 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不构成犯罪 上海网络工程师陈乐福 6月27日被取保候审释放 据悉陈乐福因热衷研究翻墙软件 5月30日被上海市公安局 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刑事拘留 被羁押28天 上海金山市民反对PX项目的抗议行动 已经持续一周 6月27日 数十人突破封锁 前往市区人民广场抗议 遭大批警察抓捕遣返 请看记者杨帆的报道 上海金山市民反PX行动持续升温 大批民众原定周六前往人民广场继续抗议 但遭到警方的阻挠 根据目击者发布的照片显示 人民公园周六贴出告示 称因天气原因造成公园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需组织人员紧急抢修 临时闭元一天 而路边则停泊着一排警车 还有大批身穿制服的警察在场列队 有金山市民周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金山区距离人民广场约50公里 乘搭铁路及公交车需要一个半小时 周六当天 铁路站外有警察把守 公交车上也有警察挨个检查市民身份证 凡身份证住址为金山区的 都不被允许坐车进入市区 与此同时 区内网络也受到限制 上网变得十分困难 最终 只有约50人冲破封锁 成功抵达人民广场 但却被守候在场的警方抓上大巴车 并被押送回金山区一所学校 他们被迫签署承诺书后才获得自由 昨天金山人民去上海人民广场游行抗议 然后被在人民广场的警察 抗压回到金山 随后抓到金山的一个旅校小学 写保证书签字 如果你不签字的话 他就不放你走人 就继续一定要让你签字 关押在教室里面 上述市民告诉记者 警察在抓捕过程中使用暴力 被抓的包括老人 孩子以及孕妇 甚至有无关的群众也被抓走 周六晚 势不妥协的大批民众继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金山市民马女士周日向本台表示 最近一周的游行 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昨天大概有多少人啊 晚上 昨天 昨天有好多 昨天的人数和前两天比是多了还是少了呀 多 越来越多 周五晚22时55分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 曾发布通告称 市政府在金山区举行市民意见征询会 经慎重研究 市政府要求上海化工区管委会 终止本次规划修编环平工作 当前 上海化工区和金山区主要任务 是采取有力措施 全力开展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切实回应市民关切 不过 有参与游行的市民 透过网络告诉记者 通告只是终止环平 但没有明确终止环平以后会终止新的化工项目 因此大家根本不予理睬 马女士也向本台表示 所谓的通告或许只是政府的缓兵之计 有网民在微博上质问道 第一 警察为什么打人抓人 第二 为什么封锁消息 第三 为什么无视群众呼声 迟迟不肯表态 无视人权与民主 第四 为什么在人民广场警察抓人时 有群众问什么事的时候 警察回答这是演习 为什么把全国媒体变成哑巴 知情权在哪里 民主在哪里 人民公仆打人民 我无法理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周二上午 广东中山东升镇惠立化工厂发生气体泄漏 导致附近小学57名学生及一名老师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 舆论质疑 学校附近建造化工厂 罔顾学生健康安全 湖南凤凰古城的商贩 周二聚集在当地公安局和古城收费站 抗议当局罔顾民生 霸占家园 聚成收费 引起世界各地游客的同情支持 当局十分紧张 出动公安特警 当着游客的面 抓捕示威者 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展示 周二 三位分别属于陆军海军空军的抗战前辈 穿着复刻版抗战军服在国防部亮相 请看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周六 预定在新竹湖口的国家阅兵场 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游行 及阅兵典礼 由马英九总统亲自主持 24位身着当年抗战军服的前辈官兵 是游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国防部在周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请到三位抗战前辈官兵来到现场 他们分别属于陆 海 空 三军 各自穿着国防部依照当年的福祉 重制的军服对外两项 现年89岁的欧重遥 抗战时是为陆军军械上市 隶属于战边54师 曾经参加衡阳保卫战及常德会战 他穿着的陆军制服 以浅蓝色棉麻布制作 领口别上军衔领章 左上口袋上缘 缝制军衔 名牌 符号 腰系皮腰带 军官再加上俗称鞋皮带的武装带 脚穿黑色帆布鞋 91岁的徐明德 抗战时服务于海军军政部 由于抗战时期 国军海军很早就丧失了作战力 因此海军制服一般而言也不常见 退役少将都凯木 抗战时是中美混合团的轰炸机飞行官 这次他重新穿上了橄榄绿的棉质 连身飞行服 胸前系上白领巾 戴上仿真皮的飞行皮帽和飞行皮手套 都凯木是中美混合团 在台湾目前仅存的两名队员之一 谈到当年对日作战的往事 杜凯木说 虽然自己不是战斗机飞行员 但一架轰炸机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远比战斗机要大得多 除了地面阅兵外 国防部也采绘了两架空军现役战机 机上喷涂了当年战机极落日机的日之丸公标 但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证实 日之丸公标已经吐销 这是基于避免不当联想及产生误会 罗绍和说 我们只是还原历史真相 希望能够让现代的人能够了解战争的可怕 能够共同来追求和平 珍惜和平 爱好和平 当然国防部对于外界这样一个声音 我们也经过了非常审慎的评估之后 我们认为外界竟然有这样不同的看法 为了避免造成误会还有不当的联想 所以除了其他的图示保留之外 那日本国企的部分 我们已经把它处理掉了 图示掉了 罗绍和的发言多所保留 面对媒体追问究竟是谁下令图销 罗绍和只表示 空军有空军的权责 而国防部也支持这样的做法 自由亚洲电台李同台北报道 香港立法会近日以压倒性票数 否决了香港政府提出的 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 香港政府建制派与泛民主派 长达两年多的博弈 暂告一段落 本台特约评论员鲍彤先生 就此发表的评论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去年8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阅祖带袍 替港人做出了应该如何治港的决定 现在香港立法会 以28比8的压倒多数 做出了否决 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 因此已成废纸 这是中共1949年 夺到政权以来 第一次在国内遭遇的 历史性的挫折 人大常委的831决定 是一个有关选举的决定 他说 他准备把香港特首的选举 扩大到一人一票 这应该是好事 但他同时规定 被选举人的提名 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 这就是说 只给你选举权 不给你提名权 港人可以一人一票 在我设定的框子里 自由地选举 假如在我设定的框子里 有以王 张 江 姚 康 毛 为代号的六个对象 有一人一票选举权的 香港选民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在其中选出一位 称心如意的对象 担任未来的特首 但一定不能选 姓鹏 姓高 姓习的 当然更不得选姓张 姓罗 姓楚的 这是非常高度的 中国特色的民主 比大陆已经具有 六十年历史的 等额选举 水平高多了 用老北京的词汇 这是一种 变着法的聪明 但对中世纪有效的 二十一世纪不见的灵 大陆正在忍受的东西 香港不一定有市场 最高利益 最高意志 几辈子为我独尊惯了 几辈子为所欲为惯了 这次撞到了 难以逾越的边界 撞得不轻 而且是 竭尽了多年权力之后 尤其是在 众目睽睽之下 对港人来说 否决假选举 不等于得到真选举 阶段性胜利 还不是最后胜利 任重道远 港人治港的路 只能靠港人自己 再接再厉 不屈不挠走出来 对831决定的策划者来说 其实未必是坏事 应该说是好事 是虽然苦口的良药 是足以醒梦的沉重 有关以上新闻 更为详细的内容 欢迎您登陆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浏览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景轩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